今天也非常非常难得 会数人总统 特别来参加我们的盛会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会数人总统 以及帛琉共和国 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 在各种国际的场合 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 会数人总统 以及帛琉共和国的外交使节 都是为台湾发声 捍卫台湾国际参与的权利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11月份 帛琉共和国总统就要改选 现在对他来讲 是非常珍贵的时刻 他仍然不容来参加我们的盛会 各位贵宾 各位会员朋友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 感谢会数人总统 当然我今天来 也要代表全体国人 感谢世界台商会 已经成为台湾跟国际的桥梁 各位不仅仅年轻的时候 一脚胚胜 刚刚事与所说了 到世界各地去征战 不仅仅事业成功 虽然人在他乡 心在台湾 不管台湾发生什么天灾地变 或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协助 我们各位台商总是义不容辞 慷慨解囊 出力 出钱为台湾打拼 我们远的不谈 光零四零三的大地震 也是在李总会长号召之下 我们世界台商各位好朋友 也都来帮助我们花莲 能够迅速重建 从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 现在我们世界台商总会 已经是台湾跟国际的重要桥梁 各位不仅仅 不仅仅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其实也协助台湾跟各国 建立更友好的友情 这对台湾的长远发展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